其实现在很多人死并没有什么看不透的 怕的是病 怕的是病重不死 对吧 不是说老而不死视为贼 病而不死啊 这个太折磨 而且折磨的不光是 自己 他折磨的还是 就是爱他的人的承受 能力 对他最重要的情人 你看他现在说的表达上 云淡风轻 你没有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吗 就是 太多了嘛 太多了 就是就是 换言之这个 就是所谓的照护吧 你如果想表达他 你大概能表达1% 我觉得就不错了 只有照护过的人 才知道 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没有的人呢 没有照护过的人呢 可能就是 他就会说一些 在你看来其实跟 有负面化 有负面化 也有完全不相干的话 就是他说的东西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是无法对话的 但是呢 就是我看这个 这个石铁生 因为石铁生 那个徐老师研究文学的 石铁生那个 当然他命运很惨 对吧 也是上帝制头子 制到他身上了 不管他都有才华 他那个在那个病戏 病戏那个碎笔里头 他就讲到说 他说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不能 你不能这个 自连 你不能自连 因为那个 他的那个自连就是有残疾嘛 就是残疾就容易产生自连 那这个自连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 你就老觉得别人不能够理解你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一定程度的理解 是永远能做到的 我觉得一旦你开始 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光明的这一面 然后你的生活呢 一切都是有序的 是 就是不叫无常 叫有常 但你一旦开始接触到黑暗的那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就是你的 人生的那种观感 会整个发生变化 而这个变化 我觉得是不可逆的 是一旦进入这个以后呢 就是进入这个以后 进入这个以后呢 就只能想 就是我说呢 就是它是 它一定是 它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东西 是一个注定无序的东西 或者用这个 比较时髦的话来讲 它一定是一个增伤 伤增的过程 它一定是个伤增过程 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徐老师说 我们作为一个肉体 我们有生老病死 我们是探机吗 探机就一定会 那个遇到这种问题 其实就是 就是相当于 就是在一个失败的情绪之下 还怎么能够保证 就是 就是自己还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 坚持 所以我自己的那个 那个 我微信上有个签名 那个签名就是 就是实际上 就是 就 哪有胜利可言 就 就挺住 就是一切嘛 真的 这个话说的 其实 就像您刚才讲 这个鲁迅 我听着 这也都是在下坡路上 一步一步的 找心理安慰而已啊 为什么 这个事儿啊 不足为外人道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过这个经验的人 你听 你也并没有真的感知到 比如说 像您说的这个 给这个父母亲洗澡 我呢 前不久有了这么一个经验 我才知道 那意味着什么 像您这个就是 包括母亲这个等于大小便失禁 一天多少次的这个清洁 你知道就是 我有个什么经历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这春节的时候 有一天我说 我说 爸爸洗 得洗个澡啊 然后呢 他开始洗澡 因为他呢 那个腿脚也都不协调了 然后呢 我得扶着他 到那个里边 到那个里边 一步步的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对他来讲 洗澡已经他完不成了 什么叫失能 他已经没办法 坐进那个浴缸里去了 他那个身体 腿脚的这个控制能力 他一坐 就下去了 就不能坐浴缸 一弄个凳子淋浴 对啊 但是这些呢 那个他不好意思跟孩子说 他就是说 哎呀洗澡太麻烦 不洗澡 那孩子要是一出心呢 就觉得 他就是老人 他不愿意洗澡 不愿意洗澡 或者怕凉啊 怕冻着不愿意洗 结果才发现 这一步一步的 然后呢 包括这个连碰头 嗯 你知道吧 你连碰头自然的方向 他就 他坐在里面就喷不到他 于是他需要 其实就是需要有人给他喷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哎 几十年的父子 两个男人之间 也没有裸体相对过呀 对 你知道这些就都是 因为过去父亲 从来没有说让孩子给洗澡 就是这个这个事情 然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不得不看着他 然后呢 你就洗 最后就发现呢 他擦不到后面 那于是你就 哦 我就觉得你知道吗 我突然意识到 他从此是需要人给他洗澡了 这我们不知道 然后呢 洗得干干净净的 他也很舒服啊 然后吃晚饭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 他说一句话 哎呀 今天这个儿子给爸爸洗澡了 他这个话呀 我也很敏感 他这个话是 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借用这种方式 其实是向儿子发出这个信息 但是男的不好直接说 以后儿子给我洗澡 对 但是他就用赞赏的语气说 哎呀 今天儿子给我洗澡了 哎呦 我在我们家的人才意识到 他实际上已经不能自己洗澡 你刚才讲的这一段 可以变一个很好的散文 以后背影啊 你附在后面 是吧 所以我为什么 洗澡 这叫洗澡 我为什么我说 你我看到你的这文章 我就特别想跟你聊聊 因为我觉得你处理的情况 比我爸爸没那么严重 那你处理的这些情况 只能是更加 对 我还得给我妈洗澡 不是两个男人的 相对的问题 对啊 那这些心理的坎儿 其实你都 也都得过呀 对啊 就是 而且 而且就是 因为我妈本身就是 是一个 坐了很多年轮椅 她的 她的腿脚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每次洗澡 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很繁重的工作 就每次都会累得不行 那个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就是你怎么看待一个老年女人的裸体 因为老年女人的裸体真的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光滑的 对不对 但是老年女人 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个因此我就特别感慨 我也说过 就是我当年在那个 罗丹的那个 就是 老金女 对不对 我在那个地方停留了很长很长时间 而他旁边就是那个蚊嘛 那个蚊是那么漂亮的 就是 两个年轻的身体 两个年轻的 而且身体是极其光滑的 尤其是那个大理石的那个 就是你看的是 那么那么那么白啊 那么光滑 但是呢 我就觉得说 这个才是人生的真相 那个是不是呢 那个也是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就是那个可能就遮盖了很多 就是 就是这个老年女人的 就是这一部分的 这一部分的东西 我当年倒是没有走开 我 但是就是感觉 人生到了最后阶段 真的是 挺悲凉的 就是完全没有 对 没有尊严 对 他完全就是 就是 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就 下面就 为了方便照顾 所以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 就像一不必体一样 所以这个看着是很难受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你看前几天正好是什么 波夫娃去世多少纪念日 我就想起之前 他自己写过一个回忆录 就是他和萨特 晚年的这个对话 然后很多人不也争议吗 就是因为他把萨特的最后 从生病到死的那个阶段 如实地记录下来 什么哪天大小便失禁了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 就像也是在浴缸里起不来 因为波夫娃和萨特 当然是另外一种的 这种直面人生 所以他这种书写出来之后 可能很多人也批评他 觉得把那么美好的一个偶像吧 知识英雄 或者是知识界的 大家都完全是仰望的一个人 就这么赤裸裸的 把人生的残酷的一面 展现出来 所以他也被很多人批评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普通人 或者就对大家来说是好的 包括胡勇老师做的事情 也是我觉得意义是这一个 就是首先我们有点抱团取暖 都知道原来都面临这样问题 就浮出 就是这些共同的 有这样问题的人浮出水面了 那是不是会推动 比如说社会来去进步 来去直面这个问题 我就想起那个像桑塔格的最后 也是把自己得了癌症化疗头发白了 我觉得要从我一个女性来讲 我是特别佩服她 她那个也是有争议的 就是那个莱伯维茨 就是她的 她等于是摄影师嘛 她把她那个癌症 整个那个病榻的那个东西都照了 因此那个桑塔格的儿子跟她闹翻了 她觉得她是在消费 她是在消费那个 但是莱伯维茨就说 这也是桑塔格最后的一面 这么有名的女的 她最后也是变成人生的最后一步 她也是就是 这样的一步步走过来的 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理建设 可能你就要去 逼自己去坦然的面临 去想这些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说 我说就是它是个失败 但你也得承认这个失败 这个失败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或者当你遇到这个东西 你感到悲凉 但悲凉本身也是 那个人生的一部分 但是呢 其实就是那个 因为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 就是有些反馈啊 但有一个反馈很有意思 就是有一个那个做过多年的养老院院长的一个 今年是就是也是那个 她是50年代生人 其实今年也是岁数也算是比较大的了 但她还在照顾她的母亲 然后呢 她就是那个对我的这个行为 她就很不以为然 她就是就是我说了 她就是说呢 就是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你应该对你的生活进行排序 那么你应该把你的这种 就是更多的精力放在去创造那些 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对吧 因为比如说我是学者 说你应该去多做研究啊 或者你应该多写书啊 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第一呢 我说就是我的这种选择 是基于我的各种各样的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第二呢 我就发现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在于说 她是个养老专家 她呢 又是就是多年的养老院院长 但她仍然从心底里认为 这个事情是低级的 就是照顾这个事是低级的 就是因此呢 就是应该让她给更高级的东西 让路 我就很震惊 我就很震惊 因为因为她觉得 我这是一种愚中愚孝 就是其实愚中愚孝 这个定义 定义就是叫愚昧嘛 但我觉得 就是我如果说的更直白一点 我觉得她的这个看法就很愚昧 很愚昧 就是你想吧 我们之所以 比如包括我说 我之所以要说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把照顾这个事 看得很低级 或者呢 就是我们都是男性啊 就除了李经 男性有特权嘛 男性会觉得 很多事情 就是应该女性来干嘛 女性养育负主要责任 照顾负主要责任 对不对 但是你想 我们之所以 这么多年来 心安理得 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事情是低级的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排序当中 我们认为 这个低级的事情吧 就女性多干一点 男性嘛 就干一些更高级的事情 事实上 就整个的那个历史的运转 也大概是这样运转的 就是一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这种东西 残存 那其实就相当于是 就是你的这种私 这种逻辑是一样的嘛 就是你把这东西 视为一个低级的东西 因此就应该由 相对来讲 由低级的人来干 然后 因此我就很震惊 我说 他一个养老专家这么想 然后接下来呢 我接到一个 一个广东的一个年轻人 给我的留言 他的留言非常有意思 他说呢 专业的照护者 和24小时 自己愿意 就是在家里照护 父母的人 他说是俩群体 就这事呢 就这两群体 不能混为一谈 就是专业的人 肯定有专业的好处 自己决定的人 是有他自己决定的 一系列的那个因素 他说我不觉得 就是 就是枯萎这个事 就比希望这个事 更不重要 他说我认为枯萎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哎呦 很重要的 然后呢 同时呢 他说 你也不能证明说 你做大学教授 这个事情的价值 就一定高于 比如说你拿出十年的时间 陪你的亲人 就是你也不能证明 就是这个价值 就一定高于那个价值 这个哲学高啊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想的很通透啊 他其实比那个 就是前面的那个 对 他不是功利主义的思维 对 这涉及到一个人 选择怎样的人生 到底是 比如说甚至说 你得诺贝尔奖 更重要 还是我尽孝 这个给我的父母 尽到了一个儿子 最后相处的时光 我最后的一几年 不是让他在养老院 而是我陪他度过的 这两件事 哪个更有价值 谁敢说答案 而且我们前边 有一个东西呢 在于说 我们其实心甘情愿的 陪孩子的 比如李晶这样的 就是他自己很忙嘛 但他一定花很多的时间 想办设法的 陪他的儿子 他要平衡 就是一个职场女性 跟就是一个妈妈之间的关系 你心甘情愿的干事 其实你同样的道理 你是可以放在你父母上的 你为什么不能花 十几年的时间 陪你的父母呢 因为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你父母在那时候 也需要你照顾呀 为什么你陪你的孩子 这个东西看上去就如此的正当 但是你陪你的父母这事 听上去就像是一个 应该把它放在那个价值的低端 我倒不是说这里头有 就是有一些什么 就这样做就更好 那样做就更不好 而是说呢 我们恰好要在这地方 重新的来讨论 就是照护的意义 或者是照护对于 人之为人的意义 哎呦 这个他说的太好了 照顾孩子那是上行线 照顾老人是下行线 这种潜意识 其实好像在 也是一种社会的潜意识 我真的 我觉得你的一个呼吁 我也特别想这个呼吁 就是说你的这个文明水平 不表现在你的高楼大厦上 什么电脑 这什么AAI 你表现在你有多少轮椅通道 对吧 我们不用多说 就是因为我一推轮椅 我就明白了 那太多地方 就你就 我得俩人去 俩人得搬着轮椅上 一个人你抬不上去啊 你怎么就 所以真正的社会文明水平 你就看这一条 他是不是在每一个人走的地方 都考虑到了 失能人事的 这个行走方便 这才叫文明的 对吧 你看这个反映了一种 就是您说的这个 就似乎我们这个社会 是给年轻人设计的 而且这个事情呢 是一般人不说的 不说不等于不存在 不说不等于站的比例 不低 而且越不说 可能越是真正的问题 对 我觉得 特别觉得 就是看到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文章之后 我产生想谈谈这个的想法 这是那一天 前一天 我我弟弟 这个告诉我 就是说凌晨四点多 保安 把我爸爸送回来 他出去了 他干什么 他分不清白天和晚上 他拿这个小塑料袋 他要出去买吃的 买吃的 他自己打开门出去 这个冷天呢 最后是保安看见了 这下我们家 在圆阵以待 就是什么门上锁 怎么怎么着 然后 我才意识到 这家里人 弄这个事情 太难了 现在 我弟弟上班 就没人陪着 白天 我弟弟在网上 找了一个监控头 就 看老头在里边 还是要找 24小时的工 比较专业化 这个是社会 能够为这个事情做的 每个家庭 自己的建设 自己的数据 对 是自己的事 是自己的事 但社会能做的 就是 就是搞一些 比较专业的 对 我就这么说吧 到今天 我们家也没找着 一个老头 同意进门的 护工 你 有些时候 过几个月 他就同意 所以我觉得 您家里的情况 有个好处 有保姆帮 不是 这个 徐老师说的非常睿智 他说过几个月 就同意了 我一开始 在家里找的 就是小时工 因为我妈 坚决不同意 就是 同一个房子里头 有人睡在卧室里 他真不同意 对 但是他慢慢就同意了 因为他就 越来越糊涂了 所以不幸当中 也有希望 是吗 所以咱们今天 讲讲这个 我觉得对谁 都是有好处的 希望总在明天 对啊 一方面呢 你得认识到 就是陈吉刚讲的 最终是个悲剧 对 但是认识到 这个真相 认识到这个悲剧 也是尊严 也是人的尊严 而且苦中还能作乐 再过几个月 护工 他就接受了 谢谢 谢谢 您给我们讲的太宝贵了 干杯干杯 谢谢 谢谢 也祝您能够怎么说呢 你看现在对这个 都不知道该 都不知道该住什么了 只能住 就是你的人生有意义 就是住我挺住就行了 就挺住挺住 我们挺住就是一切 早晚都有那一天 咱们希望咱们大家都能挺住 我可以买了一个 挺住就是一切的文化衫 真的吧 对 送我一件 真正的英雄 就是看清 就是哪有什么胜利可言 挺住就是一切 是一句德语的名言 是一句语 对 然后 真的 适用于一切方面 哪有什么胜利可言 挺住就是一切 我还在想着自己怎么办 我要勤锻炼 谢谢 谢谢 尽量 表情 請